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想所看的感受 都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才是真正的快乐 好 我们会讲到旅行的感受如何表达 必然就会涉及到一些感官的动词 让我们来先看看 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 叫做Albert Gamu 加谬 他非常著名的一部小说 《Litange》 局外人的节学 好 大家知道这个Albert Gamu 他是法国存在主义Extensialism 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存在主义啊 就是把个人在世界上的一种存在 以及在思考过程中的自由的思辨放在中心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看看 加谬是如何把个人的存在感和一种自由的思辨方式 写入他的小说 局外人的 好了 我们来一块看一下这篇文章 看完文章之后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表格填好 也就是说这个表格是我们今天的练习 表格中有四个主要的内容 第一个是Image 图像 第二个是Song 声音 第三个是Oder 气味 最后一个是Auto sensation 其他的感受 那么我们需要把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以及其他的感受呢 总结到表格中去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练习 好 大家一块跟我来读一下这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做Dernier Sensation 最后的感觉 是吧 Sensation 指的是一种强烈的感受 一种感情感受 最后的感觉 为什么是强烈的感受呢 让我们来一块看一下副标题 Le narrateur a gommie un mèrk Le narrateur 讲述者 这个讲述者呢 他犯了杀人的罪 他杀死了别人 Son procès vient d'avoir lui et il va être jugé et contamé à mort Son procès 指的是他的诉讼程序 也就是他的诉讼啊 Vient d'avoir lui 刚刚的结束了 他将被判处死刑 这个非常惨淡了 也就是说他可能面对着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了 那么当然 他可能就会有最后的感受 而且这个感受呢 可能是很强烈的 我们看第一段的第一句 en sortant du ballet de justice pour monter dans la voiture j'ai reconnu un court instant l'odeur et la couleur du soir d'été en sortant du 那么这里面的en sortant de 它是一个互动词 sortir的现在分子组成的互动词 我们知道表示同时发生的动作 也就是说 同时啊 走出法院 上了警车 我在短短一瞬间 感到了这个夏日夜晚的味道 和颜色 啊 写得非常美 第二句 我重新又找回了 喝吐味 安安安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 类似这种用法的短语 我们有不啊不 一点一点的 不滴打不滴 逐渐的 根据 分的 就好像处在我疲倦的尽头一般 那么这句话怎么翻译呢 处在一栋牢房的黑暗中 虽然深深的疲倦 但我一个又一个 重新找回了 我曾经热爱过的城市 所有熟悉的声音 找回了所有的声音 这个不会本身指噪音 而在法语中 大家注意 它的这个词译 还指小的 细微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我们就知道它不会 而这里的不会 很明显 它不是贬义的 是宝义的 et d'une certain heure où il m'arrivé de me sentir content se sentir 表示感到自己 怎么怎么样 后面加个形容词 感到自己很快乐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 et d'une certain heure 与d'une ville 的结构是一样的 都是做 d'unibrui familier的哺语 所以 这段话的理解是 某个 我曾感到愉悦时刻的 种种熟悉的声音 看下面一句 是vendre journal 报纸 d'unibrui 在空中 我们经常说 在空中叫做d'unibrui 这个时候 r指的是空中 d'unibrui 散开了 放松了 你叫做d'unibrui 来自于动词 d'unibrui 后面有一个词 square 英文的 小广场 la belle 是叫喊 或者叫做呼唤 des marchands 是商人 什么的商人呀 三明治的商人 三明治 这些都是法式的英语 la plante de come way Plante 本身指的是抱怨 嘟囔 而这里面指的是 油轨电车发动机 在上坡发力的时候 发出了一种轰鸣声 作者把油轨电车上坡时 发出的低沉的轰鸣 笔作有怨气利用 嘟囔和咆哮 后面我们又说到了 set humeur d'unibrui 吵杂的声音 同时呢 也可以指的是仿真的传闻 我们所说的八卦就可以叫做 la humeur 八卦杂志就叫做 le magadine de la humeur 然后呢 avant que la nuit basculée sur le bord basculée 它的本意是摇晃 而这里面表示突然改变 跌下来 也就是说夜来啊 它是突然出现在港口上空的 所以 这段话的理解是 某个 我曾感到愉悦时刻的 种种熟悉的声音 所以这一段该如何理解呢 请跟着老师的思路 对照员们慢慢品足 在已经轻松的空气中 飘散着卖爆人的吆喝声 滞留在街头公园里的鸟雀叫声 卖夹心面包小贩儿的喊叫声 电车在城里高处转弯时的声音声 港口上方 黑夜降临前 空中的嘈杂声 好了 第一段 描写他走出监狱 上了警车以后的 另类的一种感受 一个死刑犯 他应该是很痛苦的 而这个时候 他充满了个人的存在感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这段 Je crois que j'ai dormi parce que je me suis réveillé ave des étoiles sur le visage Je crois que 这是标准的 我认为 我觉得 j'ai dormi 我睡了觉 parce que je me suis réveillé 这里面是 ce réveillé 指的是醒来 使自己醒来 étoile是星星 visage是脸 那这一段就可以翻译成 我认为我是睡着了 因为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满天星斗 照在我的脸上 好 接下来这句 des bruits de campagne monté jusqu'à moi bruit 又是我们刚才说的 声音 噪音 乡下的声音 bruit de la campagne monté 啊 monté是 上升的意思 乡村客有的声响 慢慢的升起 直到被我听清 des odeurs de nuit de terre et de sel après chissé mesdames 夜晚的气味 土地的气味 还有盐的气味 happish year 本意指的是 使什么什么清爽 使什么什么清凉 而dump呢 是太阳穴 也就是说 这三种混合在一起的 乡村的气味 让我的太阳穴 为之一阵 清凉的刺激着我的头脑 哎呀 在夏天 如果有这样感受的话 真的是冰冰凉 透心亮 很爽的感受 La merveilleuse be de cet été endormi entré en moi comme une marée merveille 指的是奇幻 有一部小说叫做 爱丽丝梦游奇幻境 就叫做 Alice obéi du merveille 而这里的merveille 它是一个形容词 阴性的merveilleuse 这种仙境般的平和 就叫做 La merveilleuse be endormi 使睡着 那么在这里 它的过去分词 endormi 表示的就是被动 充当 cd的形容词 沉睡了的夏天 出奇的安静 entré en moi comme une marée 就是说 这种安静 就像潮水一般 浸透我的全身 而entré en quelqu'un 表示进入某人 这一般来说 表示某种感觉 或者思想 进入到某人的体内了 entré en quelqu'un 最后一句 à ce moment et à la limite de la nuit des sirènes ont hurlé à ce moment 就在此刻 à la limite de la nuit à la limite de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界线 在夜的界线 也就是说 夜宇宙的胶着 阶段 et sirènes 这里指的是气敌 当然 sirènes 本身也可以指美人鱼 气敌声 不停地嚎叫着 这里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而鱼泪这个词是嚎叫 它和kye 乌喊 非常接近 最后一句 elles annoncées des débats pour un monde qui maintenant mété à jamais en pire 所有的这些 刚才我们说的声音 气味 所有这些都宣告着 旅程的开始 他们要去一个 从此和我 无关痛痒的世界 这里面的 de bar 它是 barthire的名词 表示出发 我们经常在机场和火车站的告材上 可以看到这个词 de bar 表示出发 我们叫做出发航班 或者出发的列车 annoncées 大家知道是通告的意思 梦的 世界 而后面的 阿扎 这是一个短语 它永远不 那么 antiphan最后一个词 表示冷漠了 这位叙述者 作为一个死刑犯 在死前的所有感知 生命上的 视觉上的 描述的如此清晰 却并没有留恋 这个世界 现在还是将来 对它来说 都是antiphan的 无关痛痒的 这就是阿尔伯特加妙的 最后的感受 来自于小说 举外人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找到了文章中的 关于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和其他的感受吗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在关于看到的东西里面 跟看有关的词汇 我们有 La couleur du soir 夜晚的颜色 La couleur du soir d'été 就是夏日夜晚的颜色 L'obscurité Réal Le bruit 声音噪音 Le cri 喊声喊叫 La belle呼唤 La plante Tenine doula Yourlay喊叫 关于嗅觉的这一块 有 La couleur du soir d'été 夏日夜晚的气味 还有其他的感受 我们有 La fatigue 就是疲倦 公道开心 好的 说到了这里 我们发现了很多感官词 那么感官词 无非主要是三观 第一观看 我们经常用的动词是 Hogarde和Wa 听 我们经常用的动词是 Egoude和Andre 听和听见 而文 我们经常用的动词是 Santier 那么现在 Yaya就带着大家一块来总结一下 感官动词 感官动词的三大类呢 分别来看 首先第一类 Kan Regardé 那么各种跟Kan有关的动词呢 有Observé 观察 Scrite 仔细观察 Turveye 监视 Gong dans le 宁视 Wa 看见 这个我们知道 Apersevoir 这个词表示 瞥见 就是突然看见的意思 Distingué 有区别的意识到 Distingué 而Hogarde 看到 意识到 觉察 分别怎么用呢 我们一块来造一些句子 我们首先看 第一个 Scrite 仔细观察 L'Obsi Scrite Le C'est l'Etoilé Afin de comprendre L'Univers L'Obsi 夜观 星象 导致凝视着星空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宇宙 Lunier和宇宙 那么Scrite 表示常有的观察 仔细地看 Le Garde du Gord de Monsieur Poutine surveille avec les yeux grand ouvert sa voiture blindée 什么意思呀 也就是说 普京先生的保镖 Garde du Gord 监视 观察着 avec les yeux grand ouvert 眼睛大睁着 监视着他的防弹车 把这个普京的保镖 一直此此丁堂了 第三句 La Bête Distange L'Abelle D'une grande foule Distange 辨别辨认出 La Bête 野兽 L'Abelle 美女 野兽 从一大群人中 辨别出了美女 那是必须的 我们都有这个 基本的能力 好了 接下去 Christophe Golom Aberçois Un Continant de Sombadou 那么 克里斯多夫 哥伦布先生 Aberçois 那么就是突然 瞥见 突然看到 那么这句话的翻译 就是 哥伦布先生 突然从他的船上望去 发现远处 有一片大路 哎呀 这是何等的狂喜啊 Comme il est ravi 是不是 Comme il est ravi Comme il est ravi Comme il est ravi 接下去 Romeo Contemple Juliet dans le grand amour Contemple 凝视 Romeo 满含 爱意的 凝视着 朱莉 Dans le grand amour 他们俩 处在 热恋之中 接下去 这句 Le mannequin a remarqué un défaut indolérable de sa robe Le mannequin Manequin 摩特 Hon marqué Hon marqué 这个动词来自于 Marc Marc的意思是标记 或者是品牌 Hon marqué 就是做了标记 把某件事做了标记 意思就是 有了印象 或者是意识到 那么模特啊 看到 意识到 un défaut indolérable de sa robe 他裙子的 不可容忍的 夹子 un défaut indolérable 大家知道 模特主要就是 衣服架子 衣服有了瑕疵 模特还不得起风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跟听有关的一些动词 那比如说 我们说到了 这个 entendre 听到 versevoir 用听力的方式 来感知到 我们举例说明 这个句子 大家来看 Pierre 听到了 或者是注意到了 从他女邻居 马里亚娜 那里传来细微的声响 versevoir 指的是听 然后感知 接下来 是关于文的动词 Santire Santire 和他的 听义词 Hessantire 差别不大 那么Hessantire 大家也能看出来 是再文的意思 而他们俩的 基本意思 就是闻 Santire 可以是闻 比如说 Je sans laveuse 我闻到了 玫瑰花的香气 也可以是闻起来 表示被动 Santire 真好闻 真香 这个时候 Santire 有被动的意思 被闻起来 很棒 很香 同时呢 还可以是 感觉到 一个抽象的事物 下意识地认为 比如 Ile sans l'importance du hantive 他感到了 这个约会 这次约见的 重要性 当然 还可以是 对身体情况的 直接感觉 比如说 Je sans la fatigue 我感觉到了 劳累 疲倦 而 表示对身体情况 的感觉的时候呢 他可以直接 被另外一个词 就是刚才说到的 Hessantire 所代替 Je sans la fatigue 也是完全可以的 Je sans laveuse 我感到了害怕 Je sans le délire 我感到了 有欲望 那么 Hessantire 除了身体的感受之外 可以表示 另外一种 也就是说 感受到一种 结果 Les russes commencent à ressentir la crise économique Suit au bras de terre de Poutine Contre l'Occident 就在 普京和欧洲 和西方 对抗的 铁腕政治之后 俄罗斯人 开始感受到了 一种结果 这种结果 往往是不好的 那么就是 经济危机 当然 这也是 现在的一个时事 仅代表 个人观点 最后 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词 不同于 Santire和 Ressentire 叫做 Sensation Sensation 指的是一种 强烈的感受 我们经常说的 短语叫做 avoir une sensation de 那么就是 对什么什么 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举例说明 J'ai la sensation de fresse 喝了这个饮料之后 我感觉到 有一种强烈的 精神上的 定爽的感受 太爽了 La sensation 强烈的感受 后面 我们再看最后一句 Leon Leon 就是一部电影 叫做 这个杀手不太冷 法国著名演员 让雷诺主演的 这个杀手不太冷 非常深刻的 打动了我 那么这个时候 Douche 本身指 触碰的意思 而 这里面 表示感情的时候 可以表达 触动某人的意思 触动某人的心灵 这些词 我们都已经 辨析过了 大家能不能用 感官动词 来听过呢 我们来做这个练习 请大家 不要用常规的 Dougiave Voie 和 Anda 来填空 而要用 更加好 更加适合的 这种能够变异的词汇 来填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来看第一个空 我们来看第一个空 应该听 为什么呀 因为他后面说了 Bour contempler longuement 突然看见 这里面 他的意思是说 突然看见炎阳 A bercevoir 更好一些 接下来就这个 我们听 Bercevoir Bercevoir 通过听力感受到 觉察到任何声音 就逃跑 炎阳的求同本能和特质 接下来就这个空 我们听什么呢 听 Scrite Scrite表示 是仔细的观察 这里面的意思就是 仔细的观察炎阳 前面还有个短语 叫做ilvumio ilvumio是无人称的结构 它表示 最好做某事 最好做某事 那么这里面的意思呢 就是最好呀 我们在远处 拿着望眼镜 细细观察这些炎阳 最后一段里面啊 第一个空 我们最好听什么呀 最好听 Scrite Scrite Scrite表示监视 能够保持着 长时间的看 我们叫做监视 也就是说 在有大雾的时候呀 相间小路 我们就无法一直去看清它了 也无法监视着它了 是吧 那这里面用 消费液更好一些 最后一个空 Meteo La meteo是气象预报 那我们一般来说 用哪个词 表示看气象预报呢 不用Hergarde的话 其实Yaya这里 建议大家 用另外一个词 叫做Scrite 就是跟随气象预报 表示跟着看 我们经常说 看电视节目 可以用Scrite Les programmes de télévision 这里面可以用Scrite La meteo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Écouter la meteo 听这个天气预报 也是可以的 好了 这一刻Yaya和大家一起学习了 很多的感官词 尤其是感官动词的变异 一些比较类同的 同一词的变异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一课之后 好好的复习 为了下一课 做准备 那么再下去的这一讲 Yaya会跟大家谈到 关于法国地理的 一些常识 当然 我们会做一个最后的 第一单元的总结 好的 小伙伴们 那么下一讲再见吧 小伙伴们